本来今天不想做视频的 但是我昨天刷到一个在温哥华的开出租车的华人 他的一个朋友来温哥华实地考察 看加拿大到底是不是适合移民 是不是像网传的那样治安非常的糟糕 于是乎他带着这位朋友来到了温哥华臭名昭著的黑丝亭大街 大街上到处都是折叠人引君子而且臭气熏天 他们惊奇地发现在这条大街的旁边居然停着一辆豪车 于是乎立马断定加拿大比美国更安全 因为在洛杉矶街头这个车玻璃窗随时可能被人砸碎 而在加拿大这么危险的地方豪车居然安然无恙 于是乎他们认为加拿大还是很安全的 看完以后我就打开了华文媒体 没有想到映入眼帘第一条新闻 居然是发生在温哥华市中心 两个行人在路上走路被陌生人用刀砍伤 其中一人因为伤势过重的不幸离世 受害者和行中者根本不认识 所以这是随机作案真的非常可怕 而这样的事件在都伦多地铁上也上演过很多次 这在我以前视频里已经提到过了 但是没有人相信 所以所谓的加拿大比美国治安好完全是一种套路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都伦多的拖车行业目前已经被两个黑帮控制 他们参与的非法活动包括贩运毒品 威胁被拖车的车主为争夺地盘展开激烈的巷战 而CBC这条在阳岛上发的视频 让我们看到了加拿大真实的安全情况 谁不想到昔日安宁的图书馆成了战场 图书馆领员成了高危职业 这名图书馆领员说太多的事故了 经常有人向图书馆领员扔书 他们不得不叫警察 因为持刀进入图书馆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时时就发生打架斗乌的事件 而视频里这个图书馆就是多伦多最大的公立图书馆 这个图书馆一共有八层 是当年最先进最豪华的一个势力图书馆了 它吸引了包括我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 正是没有想到若干年以后 它竟然变成了流浪汉之家 打架斗乌者的天堂 2022年仅多伦多市的公立图书馆就发生了2334起威胁公众安全的事件 那么更可怕的是 由于吸毒上瘾的事件在图书馆不断上演 图书馆领员不得不经常拿起电话打911 真的谁会想到当年日韩留学生在这里一座坐椅天安安静静学习的地方 现在成了瘾君子的天堂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类似事件愈远愈列 和上一年相比吸食过量事件竟增加了惊人的529% 这样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温哥华多伦多这样的大都市 那么记者采访在偏远小镇Nova Scotia的一个图书馆领员 他说 我们这两年需要报警的次数比前五年的总和还要多 怎么看加拿大都不比美国更安全 而为什么在中国的网络却流行着加拿大比美国更安全的说法呢 只能说我们生活在信息检方中 媒体选择让你知道什么 他就推流什么 也就是所谓的大节奏 而最近美化加拿大鼓吹富人和底层老百姓 移民海外的小作文小视频在网上又火了起来 然后大家看看 养 Reform iau